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律师的这一条佐证就可以表明王丽红并不是特意安排三位男子陪同他回家 同时也说明了王丽红那天回家的举动并没有像李静雷所说的那样威胁到他的人身安全 而且律师还刻意强调李静雷已经把他们的离婚变成一场充满错误虚构且恶意的抹黑行动 通常来讲有律师的公开发言本来都是讲究权威性的 为王丽红提供律师服务的律师团队能做出这样的声明 那么是否代表李静雷真的如同他们所言故意毁坏王丽红的形象呢 如果律师所言属实李静雷必定不能得到大家的同情 然而作为一名有高学历的女性李静雷再次置地有声的为自己辩论 首先他搬出与王丽红的离婚协议书 讲明自己为何拒绝为王丽红开门 由于双方签订的协议书有说到这几点 一 李静雷在最小的孩子未满21岁前 他们曾经共同的家将作为李静雷和孩子共同居住的地方 二 除了约定的探视时间 王丽红需得到李静雷同意方可进入 三 如若有其他人共同前来探视 需要得到双方同意后方可进入 由此看来王丽红已经违反了第三条约定 所以面对律师李静雷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作出反击 其次 他连发三问 让王丽红律师针对以上约定作出解答 律师的建议和协议都有冲突 看来王丽红这次是所托非人 到最后他还特意强调 王丽红方的律师没有按照客观事实来发出那张声明 更有收钱替人办事之嫌 没想到王丽红出动了律师公开声明 并没有让李静雷畏惧 可见在这场复战的背后 李静雷仍然处于上风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 李静雷在前一些小作文当中 是使用简体字描述的 但此事为了证明离婚协议的真实性 还特地引用了繁体字来进行回应 这表明了什么 表明了律师的确可以起到权威的作用 但事实胜于雄辩 李静雷很懂得这一点 而且以他和王丽红双方的悬殊实力 也只有公开事实证据 才能让他更好地保护自己 不得不说 高学历的好处就在这里 他相信司法 但他知道司法的路很长 如果自己不及时做出反击 也许很快他就被那些水军打得不堪一击 看这对明星夫妻过招 其实真的很有看点 眼看着王丽红好不容易才想出一个大招 但却被李静雷轻而易举地踢了回去 李静雷就如兵来降荡 水来土掩地见招拆招 王丽红还不如早早妥协呢 我们与其说他不懂得认输 还不如是他的团队坑了他 就像李静雷对律师团队发出的那三个连问 简直是挖坑让王丽红往下跳呀 没想到曾经多才多艺的王丽红 在处理家庭事务面前还真是乱了阵脚 如果他能遵守协议 想必李静雷也不会乱找查吧 至于那些对李静雷攻击的话 想想也是挺无语的 记得王丽红第一次公开向他道歉后 他也表示不再占用大众资源 谈及自己的私事 如果不是21天之后 才察觉出王丽红无心悔改 他也不会再以开战的形式 控诉王丽红 因为带着三个孩子的母亲 我们先不说 他在怀孕期和育儿期所遭遇的一切 就连如今要面对的问题 已经对他造成足够大的心理压力 如果非说李静雷心里出现问题 那还是能够找到原因的 毕竟一位有学历 有样貌的知性女子 为何会沦落到今天的地步 客观事实很重要 道德立场也非常重要 本来明星回来家里 也只是普通人 俗话说 清官难省家务事 但一位拥有如此高知名度的明星 带来了如此高的舆论话题 相信不单只是他的身份 还是一件很好的事例 无论是李静雷也好 王力宏也罢 在他们的影响下 相信很多人都对他们的婚姻 做出了重新的审视 比如站在女方来讲 为了家庭 为了孩子 勇敢地去捍卫个人的权益 并没有顾错 同时也提醒了许多女性 面对那些优质男生时 还真是要谨慎谨慎 再谨慎呀 而类似于王力宏的男性 就应该不要再存有侥幸之心 把对方玩弄于鼓掌之中 毕竟女方一旦反击起来 还真是应了那些 得不偿失的道理呀 3号 3号 2号 3号